到了2022年 影片剪輯這技能變得越來越重要 有人會幫別人剪輯影片 去獲得非常不錯的收錄 也有人會像我一樣成為YouTuber 在網路上發布影片 去獲得流量 不僅獲得收錄 如果你點開這部影片 相信你一定想學會如何剪輯影片 這期影片是最新的 2022年完整版的 Premier Pro 新手教學 在你看完這部影片之後 你就能夠學會 用Premier Pro 去剪輯影片 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朋友 我是Grayson 只要能夠去頻道 在我網上找到自己個人品牌 歡迎對我頻道 是完全免費的 既往旁邊的小鈴鐺打開 就能夠接收到最新的通知了 另外在底下描述完 也能夠找到很多進化手工具 如果你還沒有下載Premier Pro 大家可以通過評論區的鏈接 去進入到這個頁面 你可以在這裡找到Premier Pro 它會7天的免費試用 你可以去看一下Premier Pro是否適合你 如果你喜歡Adobe其他的產品 我建議大家購買這個Creative Cloud All Apps 這個計畫是非常實惠的 當你購買這計畫之後 你可以使用它的所有產品 像是打開了Premier Pro 這裡會有一些選項 在這裡可以行列項目 這裡可以打開項目 你就可以從你文件夾裡面打開項目 這裡Adobe還會提供給你課程進行學習 我會選在這裡行列項目 這裡就會進入到另一個頁面 這上面有3個選項 我們現在屬於導入選項 這裡可以更改你的項目名 這裡就會顯示項目的位置 然後左邊就會有一些選項 還有你的設備選項 右邊就會提供給你一些示範的媒體 然後在右邊會有導入設置 有複製媒體 新建的素材箱 串製的新序列 在所有設置好之後 我們選擇創建 這裡我們就進入到了編輯選項 你可以選擇回去導入選項 也可以返回到編輯選項 我現在介紹一下它的介面 首先在左上角就是原項目窗口 在這裡就是預覽區 可以預覽你的文件 也可以做出一些屬性的條件 在這個就是項目區 你可以播放你在剪輯的影片 然後這就是時間線也是剪輯區 這裡是銀樑的顯示 然後這邊就是素材文件區 你可以導入你的媒體 導入素材 你可以加入一些效果等等 這樣可以導入我們的文件 導入文件有不同的方法 首先第一個方法就是 你可以選擇文件 然後找到這個導入 這就可以選擇你要導入的文件 第二個方法就是 你可以直接拖入到這裡面 第三個方法就是 你可以雙利這個媒體區 這裡可以讓你選擇 你想要導入的媒體 所以我需要創建一個時間線 我可以把這個影片素材 拖入到這個簡介區裡面 我現在創建的時間線格式 和我影片素材的格式 是完全一樣的 如果想要保存 你可以按住 Commade或是Ctrl加S 像我時間線上面 就有一個影片素材 我會對它進行擴大或者縮小 你可以按住鍵盤上面加號 進行擴大 按住-號進行縮小 你可以挪動這個軸 就要進行擴大縮小 這裡可以看到 左邊有些選項 首先第一個就是鎖定軌道 如果你點擊一下 它呈現藍色 就代表你鎖定了這個軌道 你再點擊一下 就解鎖這個軌道 當你鎖定這個軌道的時候 你是不能移動的 你是不能進行任何操作的 然後這裡可以看到 有V1 有V2 有V3 這代表這些是視頻軌道 這邊有A1 A2 A3 這裡就代表這些是音頻軌道 然後這就是切換同步鎖定 然後這就是隱藏軌道 當你隱藏軌道之後 這軌道就看不見了 這就是靜音軌道 當你靜音之後 你就無法聽到這軌道裡面的任何聲音 然後你可以選擇獨奏軌道 也可以錄製花音 如果想拉大軌道也是可以的 當你鼠標移動到這個線的時候 鼠標會變成這樣的形式 你可以往下拉 就可以拉大軌道 同樣的你也可以拉大視頻軌道 像我來教大家 如果剪輯影片 通常在我剪輯影片的時候 我會看我的音頻軌道 當我看到音頻軌道沒有播文的時候 就代表我沒有說話 像我可以移動我的時間軸 我可以移動到這裡 變成去除掉這個部分 我可以直接從頭開始拖動 就代表我去除掉了剛才前面的部分 然後我可以把影片移動到最前面 如果想回到上個步驟 你可以按住Cmd或Ctrl加Z 就回到了上個步驟 我也可以點擊這個空白區域 然後選擇鍵盤上面的三處鍵 它也回到了最前面 然後在結尾的時候 也可以使用同樣的方法 我把時間軸移動到這裡 然後拖動它的尾部 這樣我把剛才的部分就被除掉了 第二個剪輯方法就是 我可以按住鍵盤上面的 Cmd或Ctrl加K 我就切除了這一段 然後在移動時間軸移動到這裡 再按住Cmd或Ctrl加K 這樣我就切除了這一段 我可以選擇中間這一段 這是我不要的部分 然後去除掉 然後可以把這一段移動到這裡 連接到上一段 這個時候你可以發現 這一段我也沒在說話 所以我也需要去除這一段 我可以按住鍵盤上面的快捷鍵 我可以按住W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 我不僅去掉了剛才那個部分 我後面的部分也緊接著接上來 就說在這裡 我這一個部分是不需要的 我也可以使用剛才同樣的方法 但是使用不同的快捷鍵 我按住快捷鍵Q 這時候你可以發現 我剛才那一段是不見的 另外這一段連接到開頭 我們可以使用這些剪輯方法 去剪輯整部影片 並且這些片段 你都是可以自由移動的 你可以移動到哪邊都可以 在我們剪輯好影片之後 我們可以加入B-Roll 例如在這裡 我準備了一個B-Roll 我可以雙擊一下 在這裡可以預覽 我可以直接突入到我畫面裡面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 這整個素材影片 都被突入到了這剪輯區裡面 但是如果你只想截取其中一部分 我可以在這裡面進去截取 這裡我們可以移動這軸 比如說我想從這裡開始 我可以選擇快捷鍵I 這就是進入點 我想在這裡結束 我可以按住快捷鍵O 這就代表 我只截去了這一段到這一段的部分 這裡還會有兩個選項 這個選項就是 緊拖動視頻 這個選項就是 緊拖動音頻 如果你的素材 有同時有視頻和音頻文件 你可以選擇 你要緊拖動視頻文件 或者音頻文件 而我的這個素材只有視頻文件 所以我就把剛才結束的那一段 移動到我畫面裡面了 同時我們也可以加入圖片 比如說我準備一張圖片 我可以直接拖動到這裡 我可以調整它出現的時間 它只能出現這些時間 也可以把它拉長 那麼它在這裡 就會出現那麼長時間 接下來會告訴大家 如果在PinReport裡面 加入文字 我們可以選擇這個選項 是文字工具 然後可以點進這裡 輸入你想要的文字 然後你可以對它進行放大或縮小 我們也可以調整一下文字的屬性 可以選擇這裡效果空間 這裡找到文本 然後點進這個選項 就會展開更多選項 我會調整一下文字字型 選擇不同字型 調節它出氣 選出體 這裡可以調整它的大小 可以更改文字的顏色 比如說我選紅色 或者給文字添加毛邊 添加背景 添加印都是可以的 比如說我給這個文字添加個印隱 這裡就可以看到 我給這個文字添加一個印隱 我們也可以加入一些圖形 例如這裡有矩形工具 當你長按之後 這裡會有更多選項 不僅有矩形 還有橢圓形 還有多邊形 例如說我選橢圓形 可以加入到畫面裡面 最後就畫了一個橢圓形 我可以調整它的大小 在這裡面也可以更改屬性 可以選擇不同顏色 加入苗邊 陰影都是可以的 接下來會告訴大家 如果給影片裡面 加入一些效果 我們可以點這裡 效果選項 在這裡可以選擇不同效果 例如有音頻效果 音頻過渡 視頻效果 視頻過渡等等 我們選擇視頻過渡 在這裡選擇龍解 這裡我們選擇交叉龍解 然後移動到這裡 我們可以來播放一下 這個時候你們可以看到 我的畫面會有一個交叉龍解的效果 我可以調整它出現的時間 這裡我可以縮短它時間 你可以拉長它時間 你可以在蘋果的時候 加入同樣的效果 我們可以再播放一下 我們可以在這個搜索欄裡面 搜索我們想要的效果 例如說我想加入一個模糊效果 我可以直接輸入模糊 這裡找到高斯模糊 然後移動到這個畫面裡面 在這裡可以調整模糊度 例如說調整成60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 我這畫面就變模糊了 同時我們可以對畫面進入縮放 選擇一個畫面 在這裡找到縮放 你可以調整一下 例如改成110 我們可以來播放一下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 我的畫面就變大了 我們可以在朋友們朋友裡面 對時間軸進行變換 去產生一些畫面變換的效果 例如想達到 這個畫面慢慢變大的效果 我可以把時間軸移動到最前面 選擇縮放 點進這個標誌 創造這個時間點 這個時候它的縮放比例是100 然後移動到畫面作為一端 選擇一個縮放比例130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 又建立了一個新的時間點 我們可以來播放一下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 通過關鍵字的變換 我的畫面是慢慢變大的 我們也可以進行畫面的加速或減速 因為現在我也做一段影片素材 它的速度是這樣的 我們可以給這個畫面進行加速 我選擇右肌 選擇這個速度還有持續時間 把這個速度變成300 我們可以再來播放一下 就可以看到我的畫面進行加速了 你可以都在進行減速 再選擇右肌還是這個選項 把速度變成50% 我可以再來播放一下 現在你可以看到 我畫面的速度就變得非常好慢 接下來我教大家如果加入音樂 這裡我準備了一段音樂 我可以直接把它拖入到簡訊裡面 我可以把這個軌道拉大 我可以播放一下音樂 這會顯示音樂的音量 我們可以調整一下音樂的音量 這會教大家最快的方法 比如說這裡有條線 我可以往上拖 這會讓這音樂的音量增大了 我們可以播放一下 你可以感受到 這音樂的音量明顯增大了 同樣的道理往下拉 這代表把這音量降低了 你可以看到它的音量非常低 在這音樂的使用上 有時候我們會使用 淡錄或淡數的效果 這在Premium Pro裡面 也是很好做到的 你可以按住Cman或Control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 鼠標這裡有個加號 點擊一下就創建一個點 我們可以移動到這裡 再點擊一下 又創建一個點 我可以把這點往下拉 這代表這音樂 會從這裡慢慢升高 變回自常音量 我們可以播放一下 大家可以明顯聽到 我的音量是慢慢淡錄的 在這脊尾端 也可以製造音樂淡數的效果 還站住Cman或Control 在這裡製造一個點 然後在這裡也製造一個點 然後把這點往下拉 我們可以來播放一下 這時候你可以聽到 我的音樂是慢慢淡出的 接下來就帶大家 如果給影片進去調色 這時候我也強烈建議大家 在調色的時候 創建一個調整圖層 這樣就會避免你在語言文件裡面進去調色 如果你想要修改就非常麻煩 我可以選在這裡形現象 選這個調整圖層 選確定 然後移動到這上面 讓整部影片都使用同樣的顏色 你可以覆蓋到整部影片 然後選擇右上角工作區 選擇這個顏色 這時候你可以進行調色 首先第一個選項就是基本校正 你可以調整一下影片的色溫 這裡就會越冷 這邊就會越暖 可以調節影片的色彩 這裡就越紅 這裡就越綠 你可以雙擊這個點 就回到之前的屬性 你可以調整一下飽厚度 然後你可以調整一下其他燈光屬性 像曝光、對比度、高光、陰影、白色、黑色等等 例如說我增加一些曝光 再加入一些高光 接下來就是創意 這裡首先你可以選擇一個預設 這裡會有很多顏色預設 例如說我選擇這個 就會給我的畫面加入一個預設 我不需要這個預設 所以我選擇無 然後你可以進行一些其他調整 然後這裡會有一些曲線調整 思想飽厚度的曲線 還有RGB的曲線 還有就是色隆很匹配 如果大家想要更加詳細的Premium Pro調色教程 可以在評論區告訴我 我會做一期專門的影片 如果想要回到剛才的剪輯區 還是選擇工作區 在這裡我選擇編輯 就回到剛才的介面 在你剪輯完成之後 你就需要導出了 我可以選擇文件 選擇導出 選擇媒體 這裡就會有一個導出介面 在Premium Pro裡面 其實可以直接上傳到YouTube裡面 如果你不想直接上傳到YouTube上面 你可以先導出 我會選擇這個媒體文件 然後更改的文件名 然後導出位置 其他你都不需要做的條件 這裡也會告訴你影片的一些信息 這裡還要告訴我我的文件大小 然後可以選擇這裡導出 先去學會了 如果使用Premium Pro去剪輯影片 就想知道 如果更高效的剪輯影片 這裡我準備了一份 高效影片剪輯攻略 是完全免費的 大家可以通過評論區連結 去免費的領取 同時你可以配合上這部影片 能夠具體告訴你 如果提高你剪輯影片效率 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 歡迎給你的讚 如果要了解更多的影片剪輯內容 歡迎對我頻道 如果想要更多的互動 可以關注IG 在底下描述 也能夠找到很多 金螢幕要喜歡的工具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